民進黨創黨38週年重回歷史現場 圓山大飯店 當主席賴清德展現尊英態度 不過英俠賴善後 派系整合似乎面臨難題 20號總統宴請律委卻有12人 因為不同理由缺席 包含英系王世堅黃傑 政國會吳起銘 勇言會王定宇就連賴系自己人也沒有出席 總統聽到派系兩字臉色一沉 賴政府上任後仍是大洗牌 包含蘇貞昌愛將 袁山董作林玉生 101董作張學順都被撤換 黨政人士透露似乎因為梅漢蘇貞昌 打聲招呼救換人 讓他很在意 雖然蘇西還假說新人新氣象 但傳出有黨內大佬擔心 賴政府用人風格 不利黨內穩定 現在有派系都是不合法的 總統現在用人也不一定是派系 你看周榮太也不一定是他的派系 對不對 這個 但是因為有的派系他過去比較努力 或是他人才比較多 也可能在用的時候沒有說平均 前周日代表謝長廷這話聽得出閒外之音 至於前立法院長游錫坤的態度 我現在沒有接觸黨務 所以不知道怎麼講 某程度也展現遵賴態度 政國會全代會朝賴靠攏 據了解遭政國會開閘的陳怡君 9月初參加英系聚會 似乎巧巧靠響英系 各個派系都有我的好朋友 那即使我跟政國會 我被宣布被迫分手 黨內政治氣候敏感變化 賴系非賴系 巧巧成行 TVBS新聞李國專陳怡婷 台北中央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